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起了马奎斯豪门外的小三 1988年 梁女士在澳门诞下一个女儿后 却名梁乐瑶 也就是如今大家都知道的梁洛诗 梁女士心想有了孩子后 即便进不成豪门 最起码的生活保障孩子爹马奎斯还是会给的 可人算不如天算 女儿梁乐瑶刚满半岁 父亲马奎斯就因为吸食过粮药物意外身亡了 唯一的取款机没了 梁女士抱着孩子哭得刚长寸断 可英式家族却无一人问津 无奈之下 梁女士只好重出江湖 回到赌场继续做一名优秀的核官 2000年 梁女士领回家一个男朋友 梁乐瑶因为接受不了 一气之下就要离家出走 梁女士见状赶紧上前拦住这个叛逆的女儿 大声呵斥道 你赶走 我就打断你的腿 梁乐瑶也不甘示弱 仰着头大声回怼道 打死我好了 反正我也是没爸管的野孩子 梁女士听罢 声泪俱吓地对女儿说出了 那件藏在她心里十二年的秘密 可知道真相的梁乐瑶更加崩溃了 原来她只是一个失去爸爸 被爷爷奶奶抛弃的私生女 本以为对女儿说出事情的真相 就会换来她和男朋友的自由 可谁承想 痛苦过后的梁乐瑶 还是一百个不愿意梁女士找男朋友 据梁乐瑶后来所说 她觉得母亲一招是爸爸的女人 就一生是爸爸的女人 她绝对不允许母亲背叛爸爸 即便爸爸已经过世了 伴随着梁女士的唠叨声 十二岁的梁乐瑶彻底成为了社会上的一名闲散人员 彼时的香港英皇娱乐公司 已经捧红了谢霆锋 荣祖儿等一众优秀艺人 可对于梁乐瑶这样的新鲜血液 英皇老板还是万分期待的 所以 当星探在大街上看到闲逛的梁乐瑶时 邀请她当了一段时间模特后 英皇老板杨寿成一个电话 就将梁乐瑶招载了自己的回下 并坦言愿意等梁乐瑶四年 等她成年后就捧她出道 据说 梁乐瑶在等待出道的日子里 就已开始向公司借钱生活 而母亲也跟着她从澳门搬到了香港 2004年 杨寿成找高人 给梁乐瑶起了一个叫梁洛诗的好名字 并大败二十六桌宴席 向媒体朋友们宣布梁洛诗出道 刚出道的时候 梁洛诗虽然也接到一些广告和片约 可她一边要还公司钱 一边又需要置办一些名牌来装饰自己 所以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好 而杨寿成自然不肯在公司养闲人 所以她专门请来话剧界的大佬张瑞文 亲自教梁洛诗演戏 又专门找来外国教授教她音乐 就连Twins的舞蹈师傅都被杨寿成安排到了梁洛诗的身边 据当时媒体报道称 17岁梁洛诗与香港38岁的金牌音乐人陈辉阳交往盛世亲密 甚至还多次出入陈辉阳的住所 消息一出 杨寿成大怒 他警告梁洛诗 再不听话就将他血藏 梁洛诗一听要被血藏立马就害怕了 他紧张地说道 我不能被血藏 因为全家都要靠我养 在这之后 梁洛诗果然听话了许多 2006年 他在澳门拍摄了《伊莎贝拉》 据说还是杨寿成请来著名导演彭浩翔 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部作品 而梁洛诗也没有让老板杨寿成失望 他凭借这部电影 成功获得了2006年柏林电影节影后的提名 以及香港金子晶最佳新人奖和葡萄牙电影奖的影后桂冠 2007年 被血藏了一年的梁洛诗 终于获得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恰在此时 好友杨子琼介绍他参演电影《木乃一三》 而李嘉诚长子李泽凯作为杨子琼特别要好的朋友 自然少不了去剧组探他的班 就这样 在杨子琼的介绍下 年轻貌美的梁洛诗竟不知不觉地入了这位富二大的眼 2008年的3月 听到风声的媒体曝光了两人的恋情后 梁洛诗的老板杨寿成再一次怒了 他不甘心自己亲手调教的艺人就这样落入别人的手里 于是他在恋情曝光的一个月后 一纸诉状将梁洛诗告上了法庭 他控告梁洛诗违约 并强烈要求禁止他与第三方签约 其实 这就是要断掉梁洛诗所有的后路 就这样 杨寿成拿着钱乐呵呵地走了 而梁洛诗则死心塌地地成了李泽凯的女人 梁然光明正搭在一起后 梁洛诗的肚子和他母亲当年一样生气 很快便怀上了李泽凯的孩子 李泽凯也同意让他生下来 要知道 这可是李泽凯之前多任女友都享受不了的待遇 2009年4月 梁洛诗在加拿大为李泽凯生下一个儿子 李嘉诚亲自为孙子起名李长治 遗憾的是他和母亲当年一样 生下孩子也没有获得走进豪门的机会 可让梁洛诗没想到的是 当年抛弃他和母亲的英里基家族的奶奶 竟然不远万里地跑到香港 想要让梁洛诗认祖归宗 并表示自己和全家一直都在苦苦寻找梁洛诗这个孙女 网友们见状纷纷吐槽梁洛诗的奶奶 这是冲着李泽凯这家序来的吧 不过 掌握决定权的梁洛诗似乎也没有要人的意思 毕竟当年他们母女受的苦是他一辈子忘不了的痛 保守传统的李嘉诚介意梁洛诗的出身 有人说李泽凯喜欢男人 而古天乐就是他们之间的第三者 对于外界的流言蜚语 一向喜欢低调的李泽凯不得不站出来补发一份声明 他表示自己和梁洛诗只是正常分手 和金钱和第三者都没有关系 可已经是三个孩子爹的李泽凯 却并没有结婚的打算 所以梁洛诗的豪门梦破碎之后 主动向李泽凯提出了分手 看来有钱也买不到快乐 这句话确实是真的 而梁洛诗为了寻找以前的快乐 毅然决定从加拿大回到香港 并正式宣布付出 2015年李泽凯被曝和留着齐刘海的银行小花外出游玩 两人还在曼谷上演了一场街头拥吻的剧情 可跟齐刘海吻完不到半年的时间 李泽凯的身边又换成了另一位长发美女 只是这一次李泽凯似乎不太想让自己的恋情攻击于众 所以他身边的长发美女遮盖得严严实实 完全看不出模样 听到消息的李泽凯也根本不关心这些 因为他正开着自己的宝石节 跟港姐国家文打的火热 2009年已经差不多适应娱乐圈生活的梁洛诗 似乎也成长了不少 面对媒体他不会再紧张 生怕自己说错话 没有助理陪同 他也能一个人飞到世界各地 为他接拍的玄华导演的电影第一炉相作宣传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